喂 好像電池泵 歡迎收看模型創世紀氣泵緝評第二期 我是瑜伽 今天帶來的是一款幽速達新出的605氣泵 這款氣泵我看了一下 網上基本上沒有人開過箱 但我又非常好奇 這款新氣泵跟幽速達經典的602等產品有甚麼區別 採用巨資 我們放了一套 不少噴圖黨對幽速達排士的新種 十幾年來 他為大家提供過不少經典噴圖產品 例如601G、602G、603、604等等 而這款伸出605 從外形來看 優速達是取消了多年來 壓縮機和儲器罐重置的設計 而改成橫置 再加上同活室分離的壓把 一方面防止不速度剛用完氣泵時 碰到壓縮機導致的辣傷 搬運起來也更方便 單手即可 還可以省下啞鈴 再加上這款氣泵是附陣優速達著名的S130噴筆 以及筆架所有東西一步到位 可以開箱職用 首先第一步 裝上噴筆 插上電源 開機 因為氣泵是雙活室式的 兩個活室同時打氣 意味著有雙倍的動力 打氣的速度會比一般的氣泵快很多 這個時候就要開始調壓了 在噴筆噴氣的同時 將調壓罰往上拉 順時針傳轉增壓 逆時針傳轉降壓 調整到合適的氣壓上面 將調壓罰壓回去就可以 完成 好了,基本的操作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看看 這款氣泵的效果 究竟是怎樣的 首先第一個 就是最多人關注的噪音問題 一般情況之下 我們買了氣泵之後 不少人是會用手機來進行測試的 但這種方法其實非常之不準 一方面因為手織體織的限制 他們的麥克風的性能都是非常之弱 有些時候只要滿足到我們基本通話房 就可以了 而這個也是為什麼有這麼多自媒體 在使用手機錄像的時候 必須搭配外置的麥克風來作為交配 第二個就是測定的場所 無論是面積的大小 房間的輪廓所導致的迴響 又或者是牆壁、天花、地板材料等 NRC都完全不同的狀況之下 而NRC是指降噪係數 範圍是從0到1 0是指完全不吸音 1是指完全吸音 同一份氣泵如果在NRC為0.2的房間 以及NRC為0.8的房間進行測試的話 得出來的數值都會相差很多很多倍 比如40分倍的產品 手機顯示為80分倍 又或者60分倍的產品 手機顯示為30分倍 經過死磨爛磨的狀況之下 邱速達終於將它們的噪音測評標準發了給我 標準我現在放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暫停觀看 我本身想去找專業的噪音實驗室去盡量測試 但是查了一下服務和價格 比較瘋狂 而我也是因為有些人不求兩個圓圓的東西 導致本期視頻的預算不足 所以我一路之下 買了這款銷量比較多的優速達602G 再加上人聲來進行對比測試 我剛搶的時候使用的是我平時說話的聲量 如果這種聲量你可以滿足到 那就意味著優速達這款氣泵 也可以滿足到你對降噪方面的要求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大家關注的氣壓 大家日常統稱氣壓問題歸根到底有四個 一個是氣壓的大小 第二是氣壓的穩定性 第三是氣流量的大小 第三是氣流量的穩定性 首先是氣壓的大小 不同的氣料不同的噴塗技法 搭配不同的噴筆 想要不同的測面效果 而它所需要的氣壓是不同的 就比如大科粒的金角銀角 如果使用低氣壓噴筒的話 就會非常之容易濕筆 而一些小科粒的氣料 如果使用低壓次數多次薄噴 就會得到非常之不錯的效果 而優速達這款605 它的氣壓最高是可以去到60gsi 已經可以滿足到我們日常所需的模型噴塗需求 其次是氣壓的穩定性 我們今次就直接模擬長期噴漆的時候 氣壓錶上面的波動值壓力 即使處氣罐容量為1600毫升的狀況之下 經過氣溫多次啟停的週期 氣壓的變化亦不大 表現依然不錯 第三個問題是氣流量的大小 優速達標稱是28星每分鐘 和優速達其他型號相比 屬於中等天上 而對比市面上 現在電池泵的全量之王 運時的油門來說 優速達605是它的5倍左右 絕對足夠滿足日常無形噴塗的需要 我們用一個袋來試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袋是很快已經充滿空氣了 按照我們小學學到的公式 和優速達標稱的區別並不大 數字有差距 亦都屬於我們這種粗數實驗的不差 第四個是氣流量的穩定性 今次想要專業一點 我們打算買一個氣體流量計 沒有錢啊 但這樣也難不到我們 我們再來一個比較粗數的實驗 這裡是一張普通的A4紙 我們將噴槍放在A4紙 大概20cm之外 在氣泵一個啟停週期之內進行噴氣 從邏輯上來說 氣流越穩定 紙張被吹開的角度也越穩定 接下來我們就靜靜地 一起看看結果如何 這種測試效果其實是非常粗糙的 因為亂流效應無法被滅 但我們依舊可以看到 這款氣泵在氣流量的穩定性上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或者有些朋友會問 為什麼不進行噴漆測試呢 噴漆的時候拉一條直線 看看霧化的濃薄程度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以及線條的粗細變化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也有想過 但問題在於 我們不記得買漆 第三個問題 儲器罐的體積 有些朋友說儲器罐越大越好 所以我就買了30星的工業泵 而另外一些朋友就說儲器罐的容積適合就可以 不過我不知道多少宣傳合適 而要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要講清楚 儲器罐在模型泵裡面的原理和作用 當壓縮機壓縮氣體之後 公壓氣體會儲存在儲器罐裡面 氣泵一般會自帶自動啟停功能 而當儲器罐裡面的氣壓達到域值的時候 氣泵就會自動停機 而當儲器罐裡面的氣壓低於域值的時候 氣泵就會自動開機 而通過這種功能 就可以降低氣泵自動啟動的頻率和次數 同而降低了作業的時候的噪音以及發熱 所以關鍵到底 在解決了氣壓和氣流量穩定性之後 儲器罐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就是噪音和發熱的問題 而噪音方面我們之前已經做過測試了 605的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而熱量方面 605使用的是專業的雙活室結構 壓縮效率增加一倍 意味著啟動的時間減少一倍 就這樣優速達成功地在另一個角度 解決了發熱的問題 與此同時 這款氣泵使用的是高倍的不鏽鋼儲器罐 因為高壓氣體在降溫之後會產生冷凌水 對儲器罐內部產生腐蝕 一般的儲器罐在長時間使用之後 即使內部長了 我們都無法判斷儲器罐的壽命還有多少 而不鏽鋼儲器罐就從根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之前儲速達的其他氣泵裡 亦只有603和604有這款配置 而價格相對低廉的601G和602G 所以成本的考慮都是使用普通的儲器罐 很多新手忽略了水格又或者是油水分離器的問題 當氣泵壓縮氣體的時候 氣體的壓力和溫度是會上升的 飽和水份含量也會上升 而當氣體處入處器罐的時候 溫度會下降 這個時候中學物理就會教我們 會產生冷凌水 而帶著水氣的氣體通過噴筆噴出來的時候 噴漆是很容易會變成噴水的 從而毀了一次噴頭的作業 儲速達這次使用的和一般的氣泵不同 而是雙過濾的水格 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把壓縮氣體的水氣降到最低 另一方面 萬一出現了其中一個水格的問題的時候 另一個水格也會繼續生效 從而避免噴頭作業裡面發生事故的機率 而在這個點上 我們可以看到儲速達對細節的把控還是OK的 我們可以看到605的設計方向是台面泵 和其他氣泵放在地上是不同的 605的目標是滿足台面作業的需要 因為這樣在我們日常調整氣壓的時候 新手就可以解決 而不需要轉身、翻腰去重新調整 而605這次最主要是通過橫置的設計 和縮小儲器罐體積來解決這個問題 儲器罐體積減後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分析完了 而橫置設計的目的是怎樣 第一個 減少高度 方便台面的放置 第二樣東西 降低條壓閥高度 方便我們日常操作 第三樣東西 降低重心 使它在啟動的時候更加平穩 特別是第三點 我們平時把氣泵放在地面上面 對這個需求並不會很強烈 但是當我們把氣泵放在台面上面的時候 因為氣泵啟動之後會震動桌子 並且因為槓桿原理 桌子會加大搖房的幅度 同意令到搖房和噪音會提升 而優俗帶今次進行的橫置設計 亦都解決了它放在台面之後所面臨的問題 OK 這期節目就到此結束 對於這本新聞 歡迎大家在彈幕 又或者評論區裡面進行討論 而至於下期想我們來測評什麼 亦都歡迎大家去留言 如果這次內容可以為大家解決問題的話 就請大家關注、點贊、投幣三連 最後祝大家玩家玩得開心 我們下期見 拜拜